今日的設計空間會和大家參觀葵涌翁雅軒的單位 裝修費接近40萬 設計主題與音樂有關 全屋的用飾都是參照鋼琴鍵 以黑色和白色為主 設計師有特別在女女的房間加裝玻璃櫃 讓她展示一些樂器 永牙軒這個單位實用面積600多呎 住在一家三口 設計主題與音樂有關 室內用飾參考鋼琴鍵 以黑色和白色為主 好像客廳這裡 以白色皮製沙發配襯黑色茶几 電視機這邊的白色地櫃 擺在黑色地台上 一刻一白形成強烈對比 令整個設計看起來更加時尚 衛免用飾過於單調 設計師在廳的兩邊牆身入手 去增加層次感 客飯廳的傢俬都是黑白色為主 我設計在電視櫃場 製造了一幅特色的文化石牆 也選擇了一隻偏啡色的文化石 看起來感覺會比較溫暖 梳化背後的牆身 就鋪上香檳式的牆子 豐富視覺效果 又裝在一盞銀色的通花吊燈 滲出油和乾線 並且將一些剪影投射到天花 點綴空間 飯廳也加入了不少黑白色的元素 靠近大門的儲物櫃 中間部分被劫主展示一些擺設 這裏特別裝上黑灰色的鏡面 一隻健身至到懸關位 其中一邊靜覆牆身 鏡面刻意打直鋪砌 視覺上可以拉高樓底 扩闊空間 單位原則有三間房 設計師保留主人房 將另外兩間細房打通 讓女女的房間鬆動一點 有足夠空間 劃分兩個區域 這邊的地台升高了 是女女的休息地方 而這個高山櫃後面 就是女女的私人天地 這裏有張黑色的曲尺形書桌 帶著一座鋼琴 還有一個特製的玻璃裝飾櫃 被屋主女女 可以整齊展示她心愛的樂器 因為女女比較喜歡玩樂器 亦有幾本小提琴 我在衣櫃旁偷了飾物櫃位 用來擠她的小提琴 一來可以當作裝飾 二來可以方便她隨時拿來用 飾物櫃裏放了LED射燈 會令效果更加漂亮 相比之下 主人房的用色比較柔和 黑白色的元素不多 這裏的地台亦升高了 增加收納雜物的空間 細心留意設計師在這間房 加入了不同的燈光效果 例如在幾級樓梯底 加裝燈槽方便上落 床背軟線和吊櫃裝有幾層燈 光線向不同的角度滲出 這樣亦可以加強立體感 亦可以為室內營造溫暖的感覺 要認真 有機會 好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